公布了2018年销售排行榜 让我们来看一下 张杰和冯提莫分别排在第九位和第四位 第八位李永浩 一位从幕后到舞台前的歌手 近两年发布了很多新作品 被受网友关注 第七位阿不易 通过参加中笔节目明日之职 为公众所实资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谓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第六位邓紫棋 参加中笔节目 我是歌手走空的邓紫棋 逐渐成为新一代女歌手的代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位余文文 通过一系列学习节目 为观众所知的余文文 《拍摄》 来不及再深入夜里 《拍摄》 求忘了高烈头尘耀 《拍摄》 我安宁不后悔 也证明终于是这位 第四位陈奕迅 今天没有任何星座的陈奕迅 但在过去的几年内 发布的歌曲 永远非常好的成长度 获得这个歌曲也是一位其实 第三位林俊杰 拥有了个模范称号的林俊杰 在参加综艺节目的同时 也不断推出自己的新作品 贫得很好的口碑 只说你 我要被你而生说的痛快 我心里的独狂 第二位 赵杰伦 去年发布新作品的赵杰伦 拍在军情范围内 举办了自己的学会演唱会 她是中国音乐界的天王级人物 赐予她青春的记忆 因为你只要 你会梦躲着 我梦中待伤 就朝起风中笑笑 尽处叫恩恋了 第一位 薛之谦 虽然近几年出现了 很多关于她的负面消息 但薛之谦的人气 并没有受到影响 去年底以18289,052的销售 勇获年度拿歌手奖的薛之谦 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许多网友看到榜单后 纷纷表态 网友一 薛之谦这是买版了吧 网友二 薛之谦是我的歌手里 唯一一个免费的 我好想在爱见过你 我才却我该忘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